大家好 在这段时间我们养护蟹爪蓝 很多花友都懂得给蟹爪蓝通风 因为只有通风的条件好了 才能减少根系出现腐烂 或者是叶片腐烂的一个问题 那么可能很多花友认为 直接用风扇对着给它吹一吹 就达到了一个通风的效果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所说的通风 就是让蟹爪蓝得到更多的新鲜的空气 这样的话才是达到通风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我们把蟹爪蓝放到一个密闭的空间 然后用一个风扇 每天吹上24个小时 那么它也会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反而会让蟹爪蓝更加容易烂根 更加容易出现腐烂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 我们给蟹爪蓝通风要达到什么条件 因为只有不断的更换一些新鲜的空气 才能让蟹爪蓝不容易得一些病害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条件不是太完美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杀菌药来做预防 因为多数蟹爪蓝的根系出现腐烂 都是由于细菌引起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养护环境太过一闷 空气流通不好 就会产生些续菌 所以我们在蟹爪蓝的盆土的表面 撒上一点赛孵鲜胺 作为预防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是一种内吸型的 那么它的药效一次长达40多天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 弥补了我们的养护软禁跟不上 避免了蟹爪蓝出现烂根死亡的问题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